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 今次收聽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和自力更新這個節目 今次為何有一個很特別的安排 今次有一位很特別的嘉賓 Anita Mojarni 因為她所說的訊息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們決定今次我們的訪問 會在兩個節目都會分開轉播出來 同時在我旁邊有李永康 你好 我兩位會和大家做今次的主持 Anita 多謝你 謝謝Anita 明樂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Anita其實是很忙的 我們都約了她很多個月 但始終原來她不是在香港 她一直在其他國家 其實最近你在其他地方 你最近在其他地方 你在忙著什麼 I've been speaking all over the world travelling all over the world doing speaking engagements Anita在外國有很多演講 例如什麼國家 The U.S. all over Europe U.S. 澳洲 Australia Some parts of Asia Like Philippines 大家聽到 美國 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歐洲 澳洲 有些菲律賓 那為什麼Anita 會被這麼多地方的人邀請 要去講座呢 原來Anita 她有一個很獨特的經歷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Anita 有一本書 叫做Dying To Be Me 這本書其實也是一個中文版的 叫做 死過一次才會學愛 死過一次才會學愛 這本書在Anita 在2012年3月左右出版之後 在兩個星期之內 在紐約時報 成為一個最暢銷的書 流行榜 那為什麼這本書會這麼受歡迎呢 這本書其實是講什麼的呢 其實這本書所講的是Anita 在香港的一個經歷 這個經歷是大家如果聽到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 就買那本書 詳細一點去看看 到底Anita經歷過什麼呢 Anita是一個香港長大的印度女士 她可以說是一個傳統的印度家庭長大的 她在新加坡出生 大概兩三歲就來香港 如果你看看那本書的所聚述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親切感 因為她說的東西 我簡直知道她說的是哪間學校 Anita是一個不知不覺的香港人 Anita是一個香港的成長過程 一個傳統的印度家庭成長 她在香港讀 香港六個內小學 然後是一些變成一群教育成長 當時亦上演二十幾科 她畢業後 香港一起做到很多宣 model 但Anita 是一個很大的訓練 但阿tir大概是200200分鐘左右 在2002年左右 他被发现患了一种铃巴癌 Hodgkin's lymphoma 一种铃巴癌 4年之后 铃巴就已经发展到最尾期第4期 当时剩下85磅的体重 医生你要先讲讲什么叫铃巴癌 因为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铃巴癌 大家都听过血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和白血球和红血球有关 铃巴癌可以说是白血球细胞一共 铃巴细胞是过度活跃不受控制地生长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癌症 当时他被发现有这个问题 他也企图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包括回到印度 香港也有很多用其他的自然方法 处理了一段时间 但最终到4年之后 2006年的时候 那个病情已经发展到很尾期 当时安妮特就只剩下85磅 很消瘦 周身的流肿也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 结果就进入了香港医院 在深切治疗部 安妮特就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 很奇怪 在这个昏迷的状态 安妮特可以说去了另外一个境界 我们有点名叫阴间 其实我不觉得不应该用阴间来形容他的 在一个另外的境界 在他的境界里面 他见到他十年前过生的爸爸 也见到他两年前过生的很好的朋友 他在生前 他常常跟他爸爸有点不太孝顺 有些人做得不够好 他常常有种好像很内疚 但突然之间 在这个昏迷的状态 他的身体 可以说是灵魂 走到另一个境界 在这个过程之内 他感应得到医院里面的医生 护士所说的那些说话 他也感应得到 他自己的弟弟 在印度 就赶着搭飞机来 这时候人想 他说不要担心 不用浪费钱来找我了 我可以的了 但他感应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他去到那里 他就感应到他爸爸了 我用简单的做法应该是感应 他不是看得到看到 不是我一般的感觉来知道 他感应到他爸爸的存在 感应到他一个好朋友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领会到 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他觉得 虽然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开心 很愉快的 充满爱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觉得 这个感觉非常之好 我现在在我的身体 在医院里面的身体 已经充满了一个美期的癌症 一个很辛苦的 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了 到底 继续留在一个这么好的境界 或是需要回去呢 在古墓书他聚述 当时他爸爸给他一个信息 其实你是时间未到的 你现在不是这个时候来的 你应该回去 回去 那个世间 安妮特亦都感觉到 他感觉到 他突然之间他知道 其实为什么我会病的呢 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美期的癌症呢 其实我不应该有的 我知道 如果我回去 我的病会很快会好得到的 同时他亦都感觉到 其实他要回来的地球了 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他需要让我们很多人知道 此乎他就可以这样刮 那个灵魂走回到肉体那里 很奇妙的 在他回到医院的肉体里面 在短短七天左右 他的美期癌症是完全消失到清清光光 这个当然是医学界的一个很奇迹 当然西地有他的解释 他用到化疗之处 但是是经过外国的刘总科医生 来香港看完他当时的医疗资料 是断定他是不会自己好 一般情况就是不应该好 即是说 Anita有一种很特别的经验 是一种经历 是不单止令他克服了 他那个美期癌症 还有他这个经历 是给他有一种很深的体会 即是这个体会这个讯息 他认为他认为一种任务 他认为他认为全球人 好了 回来没多久了 Anita就在网上和大家 沟通一下 说一些信息给人听 但有些人可能会很客气 但有些信息也不一样 听到资料也不一样 但很快 他的经历就在传播外国 有些网址 有些人觉得 Anita这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探讨他 有一位 Dr. Wayne Dyer 知道了之后 他就说我们应该叫Anita 想办法叫Anita 把他的资料写一本书 没多久 他们大家折头了 安排了一个 Hey Publishing Company 叫Anita 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在2012年3月份出了两个星期 在纽约时报的流行榜 是成为最流行的书 接着整个的情况就改了 Anita就忙到要把讯息 要全世界去广播 当时她也知道 她要回地球 其实有这个任务 她是要做的 有这个任务 她是需要做的 好了 Anita 或者 我知道了 你接受访问 我都不会少过一百次 不会少过一百次 可能是全世界性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 你死过翻山 逐一点说 死过翻山 我相信第一件事 人家会问你 其实你当时 死那时候的感觉是怎样的 My feeling while I was in the other side I was feeling like I apologize This part I have to say in English I was feeling very free and light and really really amazing feeling like happiness, joy and also feeling a lot of love like love for myself as if I was just completely embraced in love and very light and all the pain from the cancer was gone all the fear was gone it was just the most amazing feeling 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 很多人会问 死都会怎样的 是不是会有一个 所谓的时光隧道 会不会有地獄 很多人都有这种恐惧 Manita的经验就说 她当时感觉是很自由 很释放的那种感觉 她觉得是一种充满那种爱 一种感觉充满的爱 而且她那种痛苦 那种恐惧 完全消失了 And then? And then I was aware of every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around me I could hear everything everybody was saying Even though my eyes were closed I was completely in a coma I could hear even things that were outside It was like I was not in my body anymore It was like I could be everywhere Outside the room I was aware of my brother Who was in India Getting on a flight to come and see me And I was aware that my brother Was very very upset and sad And trying to reach me And so I became aware That I needed to stay alive until he came 那当时她感觉上 她突然间感觉到周遭所有事物 她都即时感染得到 雖然她当时应该是一个 在一个崩漫的状态 但她感觉到 所有世界上每一个地方 她都感染得到 那当时她看到 她知道她那个弟弟 在印度 就赶着安排飞机 赶着回来 看看她姐姐的情况怎么样了 And then I became aware of my father My father had died 10 years before But I became aware of my father And it felt like my father was there To comfort me To greet me And I was aware that I was dying And my father It was like my father wanted me to know That it was not my time yet That he wanted me to go back But I didn't want to go back Because it was so amazing on that side It was so beautiful And I didn't want to go back To a sick and dying body 她当时感染到她爸爸出现 她当时觉得她爸爸的出现 是安慰她的 因为你知道 是一个经过四年 原来癌症的折磨 她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 她当时感觉 我真的不想回去 一个这么痛苦的癌症 已经折磨了我四年 我真的不想回去 And then I also came My best friend I had lost my best friend To cancer two years before And she was also there And I felt as though That my father and my best friend Had both been helping me While I was alive While I had cancer Even though I didn't know it At that time I now understood That they had been helping me The whole time And during my life Even though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Was not always good Because my father had wanted me To have an arranged marriage And I didn't want an arranged marriage And I always felt That I had disappointed my father But now here In this realm All I felt from my father Was just pure Unconditional love And I was dead Because her father He had already en ход And then he brought And he had in account And he found out Also in ancient魔法 And he had and interested你 And when he had in love And he had expected And he had experience And he hadannya And he suffered My grandfather Yes He will now It's always alive And he seemed to And he was still rushing And his child As he had his어� triangle And he had his Nike 他所感觉是一种纯爱的感觉 他只能感应到一种无私无条件的爱的感受 我想问问你曾经是相看过几次 超过一次有成四次 你甚至当时就说不想要有一个印度人做你的丈夫 但是结果呢,Danny是你的丈夫 结果你说Danny有什么出众可以让你改变所有东西呢? Danny不同,他非常不同 因为Danny就是我一样 我曾经告诉我父亲 我不会认识一个印度人 因为我去英语学校 我从未曾经住在印度人 我说我不会认识一个印度人 因为估计是非常不同 对于女人的印度人 和女人有得住在家庭 和家庭和家庭 但我比较比较专业 所以估计是不同 但当我认识Danny 他的背景是同时的一样 他肯定在香港 他也认识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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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是国人的中国 因为大家可能对一些传统的印度家庭 女性通常要很服从 要服从丈夫 要服从那些in-laws 在我的诊所里面 我亦有时处理到一些印度的病人 她都说给你家里的气氛 她很紧张的 每次我的in-laws在印度来香港 她很紧张,我也没有紧张 她就当她随意 不用那么紧张 她当时也觉得 印度的文化我不习惯 我在香港长大 西方文化长大 中国文化长大 所以她当时也说 我一定不会嫁给印度人 结果就遇上Danny Danny原来有相似的经验 在香港长大 英基学校 也说我不会做一个印度女性 结果相同的背景之下 她两个就参加了 那是个好问题 我读了这本书 大家可以看到这段爱情故事 都可以听到 好的,继续 然后? 所以我的父亲 祝我回来 祝我回来 但在那里面 另一个事件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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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 關於 to understand why i had the cancer why i was lying in the hospital bed in that moment in time and i then felt as though my father was saying to me that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is truth of who you are you can go back and live your life fearlessly and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at if i chose to go back now that i understood what caused my cancer and now that i understood the truth of who i really am the cancer would disappear 当时Anita突然间有一个很清晰的感觉她明白了她明白了她自己一生所遭遇的事 为什么她会有癌症呢为什么她会在医院的病床里面呢 当时她感觉上她就说她爸爸好像想给一个资料她 你现在已经知道的真相了 你知道的真相其实现在你应该回去重新好好的继续活下去的 当时她就很清晰感应到这个信息 and i felt as though i had not fulfilled my purpose yet because at first as i said at first i felt i didn't want to come back but then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at i had not fulfilled my purpose in this life yet so i had to come back and fulfill it i felt also that my husband Danny had not finished or fulfilled his purpose and his purpose and mine were linked together so if i don't come back even he cannot fulfill his purpose also because in the world anita说 他当时感觉到其实有些事是未曾完成的 即是有些需要做的事未完成的 他也感觉到其实Danny她的丈夫 其实都好像有一种相似一样东西 他两家是有些事需要完成的 我记得anita在本书也提过 他很害怕如果他不回来 Danny也不会活得很久 是不是两三百足英台 他觉得我不行 我一定要去 Danny也不会活得很久 OK 好 and so i slowly then made the choice to come back actually so many things happen on the other side but time is very different on the other side it's like it was like i had awakened from a dream it's like physical life is a dream so it was like i had awakened and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can talk about so much clarity that i received but when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at um that we are actually physically amazing magnificent beings we are much stronger than we think we are when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all this truth i realized that if i chose to come back that my body would heal i slowly made the decision to come back into my body and so slowly i started to open my eyes i had been in a coma for just over one year and i was of course still my body was very very weak and sick i still had the tubes in me but my family was so surprised that i was starting to wake up and i saw my brother standing there he had just arrived from india he had come straight to the hospital his suitcase was right behind him and my husband was standing there my mother and they were all so happy that i was waking up because the doctors had told them that these were my final hours and i said why 她也很弱 收身插了一些管 但是 當然家裡周圍的人在她周圍見到 哇 都很驚奇了 Alita都會醒來的 她也都見到她的弟弟 在機場拿著兩個行李箱 就趕回來醫院等她 她也都見到她的先生 Danny 在她身邊 然後 她們知道她們的家庭 因為他們還在一起 她們都很不足 她們還在家庭上 她們還在家庭上 然後 她們在家庭上 她們在家庭上 她們的家庭上 她們在家庭上 她們在家庭上 她們開始了解 她們的家庭上 她們在家庭上 然後醫師們發現 我開始了解 游泳機器 所以她們消失了 游泳機器 在進行檢測 然後在四天 他們發現 我的癌症 游泳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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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當然 大家都很驚訝 醫生也很小心 大家都是人 那到第二天 Anita覺得 你幫我燜了 那些胃口 我不需要 那其實我也自己 可以呼吸 不需要呼吸器的幫助 那到第四天 醫生發現 Anita的身裏 流腫 縮了70% 好啦 那我們先有個小休息 很快會回來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好啦 那我們很快回來 我們這次第二節的 《自然力發願你》 和《自然力更新》 這個同步的節目 我們今天很高興 就有Anita Mojani 我相信大家都剛才聽到 就意猶未盡了 所以趕快請繼續聽下去 我都不打轉Anita的話 Anita請繼續 And then what was happening was that after four days my tumors had shrunk by about 70% then the doctors moved me from the ICU to the regular room they were very very shocked by the rapid healing and I just kept telling my family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other side I know I'm going to be fine I know I'm going to be fine also I started to tell my family things that I heard that was happening while my eyes were closed while I was in the coma I was able to tell my family that I heard all the conversations that the doctors were having and I said to my husband oh isn't that the doctor that said that I only have a few hours to live that I might not wake up tomorrow morning and my husband said oh he didn't even say that here in the room he said it outside how did you hear that and I said I don't know I was able to see everything and hear everything a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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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hospital and she released her notes how long pretends a little arid 他亦都跟Danny聊 他说当时我记得有医生跟我说 其实我只有几个钟头的命 可能就快就会走的了 但Danny说他说 咦 没理由的 当时我说都不在房间说 这一段分文你也听到的 我在房间外说 但Anita当时可以这样说 他完全感应到周围 在每个地方发生的事 当然医生都不能够相信 当时发生的事 很快他做了测试 原来癌症的迹象完全没有了 在五个月 五个星期之后 Anita就走出医院了 当然了 经过这样的经历之后 Anita要重新执拾一下 下次将来我想做些什么呢 因为我 had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ecause I had cancer so I had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so what I did was I just started writing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and I couldn't explain it even myself so I just started writing and writing and then I posted it onto a website and when they read it the people who own the website they said wow this is the most amazing story so they put it on their home page and then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arted to read my story and contact me Anita就说 我四年没做事了 接着做什么都好 不管这么多 他当时也不太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不过不如这样 我将我的经验尽量写出来 他将他的经验写出来 丢在美国的网址上 很快他的资料 就被人丢在首页上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哇 原来Anita的经验 是很独特 是很神奇的 and then a cancer doctor an oncologist in the US discovered my story and he contacted me to verify that it really happened and in fact he was so interested in my case that he flew to Hong Kong to check my medical records I even took him to the hospital where it happened and he checked the records there in the hospital and he was so fascinated and so shocked by it that he held a conference to speak about my case publicly and then he told me that if you ever write a book he said I will verify the medical details for you in your book 那么没多久呢 美国有一位总流科医生 他应该是华人来的 中国人来的 他听过他的 last name 是中国人来的 那么他就 实在他忍不住住了 他就直接逼来香港 呢 就去医院那里 拿了一些资料看看之后呢 那么他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奇蹟的个案来的 那么他跟anita说呢 如果你真的有人 你要写 关面的经验啦 我是可以帮你证实 你当时的癌症呢 是真是一个奇蹟的復原 很奇奥 but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 my story became discovered after that it became discovered by Dr. Wayne Dyer as you mentioned and then it got published the things that I speak about in my book in my workshop and so on for me the biggest lesson that I learned is love but love can be such a such a vague term for people it's very it's very vague it's very abstract it's very obscure but what I learned about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ving my whole life I had been told that we have to love people we have to love people what I learned in that realm was something more I learned that we have to love ourselves and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cannot love other people unless you love yourself and only when you love yourself you love other people automatically without even trying 当时Anita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关于爱 大家都一说到爱我是一种感觉 可以说是很虚妙很抽象 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要爱人 我相信一般人的价值都是这样 但Anita发现其实你要爱人 你首先一定要学会如何爱自己先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课题当时他学得到的 most of us we believe that it's selfish to love ourselves especially Asian people Asian people are brought up to believe that we have to do things for other people but it's selfish to do for yourself the problem with this is if you don't love yourself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 don't have any energy to give other people anyway 一般人都这样说 很自私的 就是爱自己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人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 这是一个自私的行为 但问题是 如果你不爱护自己 不爱惜自己 不照顾自己 你根本没有能力 没有精力 没有健康 是爱别人 爱其他人的 and what happens is that when we don't love ourselves when we don't respect ourselves we then become weak we become drained what we find is that we also give our power away to other people this is what I used to do and this is what I learnt on the other side that saved my life this is what cured my cancer I understood that I had spent my whole life trying to please other people trying to make myself small I always gave my power away to other people and that is what caused my cancer I always feared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of me I feared everything I feared cancer and I learnt that the cause of my cancer was because I feared everything and I didn't love myself and I didn't love myself Anita 当时很开始明白得到 她过去出现的问题 她是 她不懂得爱惜自己 她处处都是要討好别人 希望别人能接受她 在这个过程里面 她觉得她把自己的能力 全部被人都被剝掉 她很害怕 所有人都不尊重她 怕人对她的印象不好 当然她也很害怕癌症 她觉得她觉得 其实这个是她真正的原因 这种这样的恐惧感 长期的恐惧感 是令她出现癌症 在她身上的主要原因 the biggest lesson I learnt was that the lack of self-love is at the root of all our problems so whether you have relationship problems even financial problems stress health problems at the root is the lack of self-love it's because we don't love ourselves enough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or to give ourselves or to do things for ourselves that's the biggest lesson I learnt 那Anita呢 她终于她明白了 其实呢 很多问题的根源呢 都是我们缺乏 对我们自己的爱 不论在我们人制关系 男女关系里面 经济上的问题 压力 健康上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问题的根源呢 都是我们不爱惜我们自己 是因为 the reason that this problem has come about is because nobody teaches us that we are supposed to love ourselves We don't learn it in school we don't learn it from our parents everybody tells us that we have to be unselfish we have to do things for other people but nobody tells us you must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because we don't give ourselves we don't take care of ourselves what happens is that we don't follow our dreams and everything we do in life we do it out of a fear out of a fear of displeasing other people out of a fear of not being good enough and this is why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that have problems this is why we have addictions why we have failed relationships whereas if two people who love themselves enter into a relationship together the relationship would be a very healthy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 more you love yourself the more love you have to give other people you cannot love other people if you don't love yourself well well actually we know Anita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in our normal life 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家的教育、社会教育 通常觉得我们不应该自私 我们要处于为人着想 结果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常常都很怕令人不开心 很怕得罪别人,很怕觉得自己不够好 结果我们就不会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问题他体验得到 比如很多人喝酒、吸毒 或者很多关系的破裂 其实的根源都是我们爱惜自己不够 因为我们爱惜自己不够 所以我们爱人的能力从而减弱了 你有任何问题吗? 如果我们从现在的生命看之前 从你不是开心的童年到你患癌症 到你重新掌握你的生命 去宣扬你的爱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预先已经 在你未出生之前 预先设定了的 课题来的 而你是自己选择的东西 但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刁钻 要用癌症 用这么痛苦的癌症 去让你清醒 去找你自己呢? 所以基本上是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困难? 我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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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患癌症 并不选择 尽择了 我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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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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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了 你选择了 反正的经验 你选择了 有很多人 为什么选择大一块 我选择 它开始小 它开始小 小小小 与说我 太闹了 I was stubborn 我相信Anita的经验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 所以很多人可以说死过翻山 一般人其实很恐惧 很怕死亡 但Anita的经验可以简单 对死亡的信息 其实我们不用害怕 死亡之后的另一个境界是更加开心的 只是一个纯爱 一个无条件害 一个很极乐的境界 所以我希望从Anita的经验 大家是不需要恐惧死亡 死亡不是我们一般认识之中 不可理喻 不是一个恐怖的境界 OK 好了 Anita 你在全世界 有很多国家过了一百次访问 最多人问你是什么问题 最多人想知道是想知道什么呢 Well one thing they ask me they all want to know is that will they meet their loved ones after they die That's a big question 最常问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有些爱人 家人 亲爱的人过去世 他们就会问 他死了之后 会不会有机会 遇见那些人 过去的爱人 And the answer is yes Yes you will be reunited with your loved ones 那答案就是你会有机会 预见你过去所爱的人 当然因为有时我们会想 你会投胎 投胎就走了 那又找不到他们 又要等 何时才等他们回头呢 好了 她对这个reincarnation 其实Anita的本书有提及的 或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哥哥 So reincarnation is actually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way we normally understand it Because in that realm Time does not run linear the way it does here When we are in the physical body We think of space and time as being very restrictive Like one moment of time We can only be i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time is very linear One moment of time can only happen at a time But in the other realm It felt like I could see or experience All of time at the same time So it's like if you are a do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you are another dot and another dot And you connect all the dots to make a line But if you are just a dot You are only at one point in that line But if you stand above the paper You can see the whole line That means you can see the past The future, the present That's what it was like It was like I could see and experience Past, present, future Including past lives As though it was all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Anita的当时她的感觉和经验 是因为我们把轮回讨过 因为我们说了轮回 我们有一种时间的先后的次序 有一种直线的时间的程序 但在那个境界中 这个感觉中 其实是所有过去、原在、将来 是同一个时刻存在的 这种感觉 其实我看了本书 很难去感应得到 什么意思呢 没有将来的 没有过去的 但是在那个境界里面 我们的时间观念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说在那个时刻 其实不要说时刻 在那一点里面 其实所有东西 就是在那一点同时存在 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看很多资料 都有些小朋友 出生来到这个空间 这个地方 他记得回以前小时候的地方 他去回以前的村落 记得回以前做那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就是轮回 他回回来 其实是怎么去解释 这种感觉 其实是同一个解释 如果你明白到 其实在那个另外的境界里 时空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 不是一种先后的次序的时候 其实所有东西是同时可以出现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记忆 你是可以说得回 你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经历 其实不是一定代表以前的 在那个时空里面 是同时可以出现得到的 好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世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I felt so amazing and light and free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hysical senses that we have here for example you cannot eat a chocolate because you have no body you have no biology to digest it you cannot have relationships you cannot fall in love you know all these things these beautiful experiences so I now understand that life is a gift but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life is a gift we treat life like it's a burden but it's a privilege and it's a gift to be here Nita 她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上 这个生命我们的目的呢 其实我们要经历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地球上肉体的世界怎么样 因为你在另外一个时空 其实你是很难感觉得到 比如你说吃巧克力 那你不用吃巧克力的了 你根本没有这个经验 可能是代入爱情 其实很多这些是需要一个肉体的推体 才可以给我们有这种经验的感受 即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地球 在我们这个世上 我们的生命 是给我们一个一种经历 一种感应我们那个生命的一种经历 Anita 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不应该是一个负累 但是很多人的来生经历 是很痛苦很惨的 这些资料我经常都看到 天天都发生的 那她怎么可以避免这种痛苦的经历呢 The answer is actually very simple but we make it complicated If every single person from the time they are young learned to love themselves we would have a very different world 啊 其实她说 那个答案不是那么复杂的 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从小开始 我这些学习是怎么爱自己的 Anita这么说 有时我们都想一下 你小时候你长大 有没有父母 有没有常常叫你爱你自己 他会说我爱你我爱你 是吧 很乖啊 他都没有说 好好的跟你说很清楚 你应该学习怎么爱惜自己 是吧 这个真的挺 有时你不想又不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在这个环境上长大的 其实我应该从小开始 应该学习怎么爱惜自己的 那就是自己一个很重要 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人 是吧 有很多人这么说 有没有所谓叫做因果 卡玛 其实这本书有提及这种概念 有様子 要整理得到 为何心思习 是那je 对 用辑时 面语 我觉得 我想 很十分留任何 但在此安不如 看到感度 知乃 爽 那 disl来 或项 我今天 因为我的 past life 但现在 我懂得 字面 karma 很 牛 是 more like just a state of balance more like yin and yang you do one thing and then the karma is the result the immediate result of what you are doing and I see that for example if I invest in more self care self love it makes me more generous towards other people if I don't take care of myself it makes me more needy and less generous to other people karma is something that's more immediate it's not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for the afterlife we say there is no reason we should use another way we should consider it as a平衡 like a kind of平衡 and we can see that the reason is the effect is more effective it is very easy to see for example if you love yourself if you love yourself you can love yourself you will be very easy to love 爱爱其他人的 好了 我们现在时间又很快 第二节过了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想继续讨论的 这条未走得住 OK 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塗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ng.com.h 好了 很快回到第三节 自然疗法原理 和智力更新 Alita刚才说过 其实很重要的关键性 我们要学会爱我们自己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认为爱自己和自私 有什么分别呢? 自私自利 我认为是自私自利的 好大的分别 OK Most people think that selfish comes from too much self-love actually selfish comes from too little self-love and the reason why so many people are selfish today in our world is because they don't know how to love themselves and so this is why they have to constantly try and take from other people if you loved yourself and you were able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 would be strong you would be generous you would give other people but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rself and you see other people have you try to take from them that's why we are自私 because we don't know how to love ourselves nobody taught us how to love ourselves so we want other people to give us to love us OK 明白 明白 其实呢 其实一个 很重要的分别 我们 Anita说 其实 很大的分别 自私 和爱自己 是很大的分别 因为如果你真真正正 懂得爱自己 其实你所需要的东西 你全都会有 你不需要在别人 那方面 去拿别人的东西 是满足你的需要的 如果你真是 懂得爱你自己 其实你是足够 健康 快乐 满足 温饱 其实你还有什么需要 在别人那里去拿呢 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东西 因为你自己不够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够呢 因为你自己不懂得 你自己不懂得真正爱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分别 来的了 那 其实Anita 是将 有时我们 我看到Anita 这本书 那我觉得 其实 我们 想到很多很多问题 像我们今次 今天 这个地球上 很多很多 发生的那些事 比如大家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也探讨过 911 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这个 经济的崩溃 然后Currency War 很多很多这些的东西 那我经常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制度问题 如果我们看过 Zeigais 那个资料 Zeigais 他也很清晰 他其实人性 其实不是真的人性 人性 是一个制度里面 是 就是 令到我们 逼我们 表达这个 这样的人性 所以我们过去 都经常都会探讨 对不对 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 我觉得有三种的 的处理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 自己 自我修行 自我修行 就是 自力更新 自己处理它 第二个 就是 改变这个制度 Change system 第三个 就是 I just totally stay away I just don't play I just don't use a bank I don't use a credit card I give up my citizenship Like Justin Lantau You know There's three ways people lear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Yes What I believe is that you can either opt out or or change yourself But even when I say change myself you must always still honor who you are you know always honor who you are The problem with trying to change the system is that as you go out and fight with other people they will fight back they see you as the enemy But when you create your own path that works for you people will see you and they will say I want what he has I want what Alexandria Yoon has And when they see that your life is working your life is a success The thing is to create for yourself what you think the world should be and let other people see that you have done it for yourself and let them want what you have and let them come after you and say teach me how to do that how to do that how to do that you can do it and how you and how you are what you 像金鱼缸在水缸里游来游不出来 因为这个制度是这样的 令你永远都是痛苦 永远都是穷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不同节目 在原网头不同节目 我也讨论的 比如我觉得 那个贫穷的问题 其实怎么解决呢 是我有免费能源 我有free energy 有免费能源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 我们的物质的世界 都是受制于我们的能源供应 如果我们看《古老阳光的末日》 《Last Hour of the Ancient Sun》 那本书的作词很清晰 我们每一个文化的没落 往往是当我们能够 拿到的资源 拿到的能源 是用尽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在某程度上 我们也和大家 很多时候都探讨 其实我们那个贫穷的问题 其实是可以用我们的 免费能源 科技可以做到的 比如那个癌症这个问题 我和大家介绍了一本书 《Politics in Healing》 200年出的这本书 其实有十种非常有效的 医癌症的方法 其实都被人打压了 好了 我用法人这条所说 其实最终最终地球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缺乏爱 其实这是根源 为什么 如果大家明白到 如果我们能够让免费能源 出现的时候 其实全球的人 有足够的资源 有足够的能量 是处理我们人类的生活上所需要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缺乏这个爱 或者可能对我们的自私的了解 不够深 就像Ann Wren 说过 《Virtual Selfishness》 我和大家也说过 你真正的自私 其实是要照顾别人的 因为如果你只是照顾自己 你行不行 别人不行 其实你不会过得好日子的 你现在看到这个全球 所发生的情况 你看巴西 很多百万人在暴动 因为表面上巴西政府的经济 好像有很多很多 金砖三角 但大部分人最后都生活不了 你看一下埃及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情况 我都觉得我们要由多层次的方法 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但最终根源最终的根本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懂得爱 不懂得用爱 如果你真的爱自己的时候 你了解到你要懂得爱人 爱自己爱人 这个地球才有太平 才会有风衣宿舍 其实我们是有缩狗的资源的 Anita 你去到这么多国家 人家一定问你很多很多东西 对不对 你有没有地方 你觉得是 好像问到你 都好像口牙牙答不到呢 或者你觉得 你现在所认识的那一套 学会爱 其实基本上 你看到的问题 都可以用这一个方向去做 都可以做得到 可以解决得到 Oh wait Can you translate that last part? Sorry 没问题 Ok 我刚才所看到 What we have witnessed in this world There's turmoil There's unrest I think in some way I still agree It's a lack of love When we withhold cancer treatment for profit That's lack of love And that comes from fear Ok So if I just explain that And then You cannot have love and fear together Fear comes when we have lack of love So when you are not operating from love It means you're operating from fear When you hold cancer treatment It's because you fear that People want to hold on to their jobs And the industries they've created Every time we create a new industry We don't want to let it go Because people are dependent on it They fear letting it go So it's always love or fear And if we operated from love We would have no more fear So you were saying There's turmoil And everything And people are holding back Cancer treatments And energy free Energy free Energy is available You know We can drive cars with water Wi-Fi over petrol Exactly And we have all the You know Solution You know Already Exactly And like you said The fear of not in control Fear of losing their special interest Losing their power Losing their You know The money But what is money In the en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peace You don't have you know Exactly You don't have help You don't have I mean what You know So in the end We still really have to re-examine You know What the heck do we want What the heck do we want here Exactly And So exactly Right So what I believe Is that At the root of everything Is this Lack of self-love Because when we don't love Ourselves We We give Give our power away We allow other people To control us And when we Allow other people To control us We are controlled by External The external world External expectations And that is what Causes us To In fact Even to follow Governments Or advertising Or consumerism Why does it get More and more Because We are manipulated By advertisers And so on When you love yourself You're very strong You're strong in your identity It's hard to manipulate you And not only are you strong But if you are fulfilled Self-actualized It makes you much more generous Much happier When you have everything All you want to do is perform service For other people Because you are already fulfilled And the reason why As I mentioned Everybody is so selfish Is because everybody Is empty inside We go through lives Like robots Empty Not knowing how to Fulfill ourselves We go through our education We choose our job By what will Pay us well Or by what will Give face to our family Not By what will Fulfill our heart Nobody learns how to Follow their heart If people follow their heart We wouldn't have wars Anita在那本书 其实很多次 都说到这个概念 当我们面对一个 一个抉择的时候 我们不知所从 最终Anita经常这么说 其实是 跟随你的心愿去做事 这个就是一个 最靠得住的方法 Most reliable 你问你自己的心 Do you feel good about it? 你觉得好不可以的 你这么做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 都是跟随自己的心 爱心去做事的时候 其实很多问题 都不会出现的 那为什么人们会自私呢? Anita说 因为我们里面很空虚 我们很容易 被那些 物质的 广告 来引诱我们 上为一个 盲目的消费者 因为我里面很空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 自己爱惜自己 我里面是会很满足的 我们不会觉得 是很多东西都不足够 是很多要看外面去拿回来的 其实Anita本书 也很多次都提及了 其实真真正正我们的需要 我们那个power的能量 是我们里面的 就不是外面的 所以Anita 在某个本书里提及 是关于宗教 他也提及了 因为始终宗教 是很容易分化别人的 即是你提及了宗教 即是你提及某个教 其他教育就像得罪了他 但其实最终最终 其实所说的东西 不论你是说神 说阿拉 说什么 其实最后最后 都是说一个爱 而这个最终的power 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内在的 最后呢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好 Anita本书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除你自己的心意 你自己的爱心 去跟随你听你自己的里面的声音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都会解决到 好 非常之多谢Anita 在八忙之中 秋空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Anita Mojari 是一本书Dying to be me My journey from cancer to near death to true healing 这本书是很多香港书店都可以买的 我初初去page one的时候 我去timesquare买的 他说他要勾到货币 但你早点打个电话去问问他 这本书是出了都没多久的 幸好几个月之前 这本书已经翻译了做中文 叫做死过一次才学会爱 Anita这本书在短短两年左右 一年多 已经翻译了成32种不同的语言 那我觉得为什么呢 因为Anita带出的信息 是我们真是我们是很需要的 我们的地球上真是很需要这个信息 如果大家还想有机会 可能再听到Anita 或者可以亲亲看到Anita Anita在8月3号的时候 是今年8月3号 他会有一个广告的 那这个广告就将会在 那个香港的富豪 富豪酒店那里 一楼那里B1 那如果大家是想查询 去订订 或者订那个资料 你可以打电话 是35952134 35952134 或者可以网上可以查询 info info at houseof flight h-o-u-s-e of o-f-l-i-g-h-d houseoflite info 大家可以 我想那个座位不是很多 是300多人而已 很快就买一些票 很快就会买完的了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到时参与这个工作坊 Anita Mojari的工作坊 在2013年8月03 8月3号 好再次多谢Anita 在白忙里面抽出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么紧要的讯息 多谢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